奧斯卡影后杨子琼去年宣布结婚喜讯 收获隔绩祝福 他与今年初分享了婴儿脚丫的照片 让不少网友误以为他透过代孕生下宝宝 后来他才发文澄清其实是自己升个当阿嬷了 今天杨子琼受访时首度公开当初与前夫离婚 其实跟孩子有关系 他在演艺事业刚有起色时 嫁给香港商人潘迪生 前夫希望他能全心投入家庭 但杨子琼并不希望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他坦言除此之外 两人在生育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 前夫需要他生下儿子来传承家族企业 也希望儿子越多越好 两人竟然不同的选择 最终导致离婚 不过双方好聚好散 至今仍保持友好的关系 杨子琼坦言曾尝试人工受孕 不过并没有成功 但他保持开放态度 认为就算不能生孩子也可以选择领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